阿弥陀佛 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拿摩本师是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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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甚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义 无量寿经 请大家先开注解 五百一十三页 五百一十三页 请看第七行 雪山有香 明聚足明香 佛经上所讲的雪山 就是中国跟其他国家交界的喜马拉雅山 因为它常年积雪 所以一般称它为雪山 或者叫做大雪山 在这个山上有一种香 称为聚足明香 若有众生 秀此香折 其心决定 离诸染拙 我们听说有很多登山爱好者 常常爬呢 喜马拉雅山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聚足明香香 有没有看了过 你看这个香多好啊 采集之后 点着了 我们闻了呢 就能够产生了 决定离诸染拙的效果 换句话说呢 所有的染拙都离开了 它能够得到戒品的清净 太殊胜 另外在罗刹界也有香 叫做海藏 其香 但为转轮王用 那这个转轮王是我们人间富贵 达到急促的 他们呢就能够用这种像 这个罗刹 它有好几种说法 它是恶鬼的名称 翻成中文 就是可畏 畏就是畏惧 可畏 也可以翻为素极鬼 也翻为呢 护者 保护的护 他们有这个神通力 可以在空中地面呢 快速的飞行 另外在地狱道里面呢 也有这些罗刹 同时呢 也有一些罗刹 是做佛门的护法 像这个罗刹天就是的 下面说这个香的效果 若烧一晚香气所熏 王及四君皆藤虚空 由之自载 想不到这一颗香啊 点了之后呢 都能够让这个天人呢 得到利益呢 他们能够怎么呢 腾空而去 而且呢在这个空中啊 来去自由 来去无足 善法堂中有香 名香性庄严 这越往上面去啊 香的效果越殊胜 善法堂就是刀立天天处 我们中国人讲 玉皇大帝 他那里有一种香 叫做香性庄严 若烧一晚 善心比天重 谱令发起念佛之心 所以哦 能够生到刀立天了 那边的天人蛮有福报的 是不是 常常可以闻到这个香 又闻到这个香呢 他就能够发心了 念佛 假如我们这个道场的香 点着之后 也能够自动的 让我们发起念佛的心 我们这个讲堂 就可以改成是什么 念佛堂了 是不是 就不需要再讲经了吗 天天点香就好了 那这样法师也轻松了 须夜摩天 有香名 敬葬心 若烧一晚 熏比天重 莫补云及比天王所 古 恭敬听闻 王所说法 想不到啊 在这个第三层天 夜摩天呢 那边的香 点着之后 自然而呢 天人就闻到了 大家会自发的 来听呢 这个天王的 讲经说法 都摩天中有香 名信度婆罗 于一身所系菩萨做前 所以呢 都摩天呢 也有香 那这个香啊 也对大家有一个好处 为什么呢 只要是这个香一点着啊 那大家就会呢 亲近一位大菩萨 是谁啊 一身所系菩萨 也就是彌勒菩萨 他是霍布佛嘛 他老人家在都摔天内院 大家愿意去亲近他 你看 若烧一丸心大香云 遍复法界 普遇一切诸供养具 供养一切如来道场菩萨众会 你看 都摔天的天人 又闻到这个香呢 他就从内心里面发起一个 想要供养佛 供养大众的这个菩提心 所以啊 越往上面去啊 这个香越殊胜 妙便画天有香 这是第五天 画这个天 名夺养性 若烧一丸 于七日中 普遇一切不可思议 朱庄严俱 假如我们聂佛堂的香也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 那图妈的人就沾光了 是不是 我们这边一点着这个香 自然空中呢 就掉了下来你所要的东西 朱庄严修 你最想要什么 世界一般人最想要什么 钱呢 是不是 金银珠宝呢 那有了这些东西 他就不用去上班呢 他就可以专心来修道了嘛 很多人呢 为了衣食住行 累啊 辛苦啊 他不是不愿意来听 他想来 大家也没注意到 有的同修啊 他就有空他就来听见 那他要上班嘛 所以我们上课的时间是早上 那也正好是他上班的时间 只要他放假了他就会来听见 这个我们都注意到 所以呢 人呢 为了这个 日常生活的开销 非常的辛劳 可是天人的福报就大了 这里只讲了第五天 没有说到第六天 上述世间诸香 且有如私圣用 这个世间法里面呢 这些香都能够有这么殊胜的效果 何况弥陀如来本愿所现 来法界万得之香 你看了这个介绍啊 今天下午大家唱 《戒天真香》 《如香战》 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可以观想吗 所以世间的香是 无法跟阿弥陀佛所创造的 极度世界的那个香相比的 为什么呢 信德之香啊 妙用 无穷无尽 所以这个香呢 是法界万得之香 《如维摩经》 《香基佛品云》 《尔时维摩节》 《问众香菩萨》 《香基如来》 《义何说法》 这是维摩居士啊 请教众香菩萨 那这个《香基如来》 怎么样讲经说法呢 关于这个《香基如来》 我们也做一个介绍 这个《香基》啊 是众香世界佛的名称 所以这个世界的佛呢 叫做《香基如来》 在《维摩经》《香基佛品》里面有说 上方界分过四十二横河沙佛土 这是距离我们这个地方很遥远 超过四十二个横河沙佛国土 不要说四十二个 一个就不得了 你说是不是 横河 我们是没有到过横河 你们看过长江的 长江底下有什么 沙 是不是 那这么长的一条江 这么长的一条河 那每一粒沙就代表一尊佛 那是无两无边的 更何况是四十二 就证明这个距离是很远的 这么远的地方呢 有一个国家叫做《众香世界》 佛号呢叫做《香基》 其果香气比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乡最伟低 所以这个世界啊 为什么那么出名呢 因为他们的香气啊 超过别的佛长 那换句话叫 我们这个苏普世界众生 应该怎么样 可以闻到这个味道 它有飘过来 但是我们这个鼻子怎么样 有障碍 闻不到 其借一切皆以香做楼阁 精行香地 怨怨迹象 等于说他那边的整个环境 都是香所形成的 下面呢接着来讲 这是菩萨回答唯摩长者的话 彼菩萨曰 我土如来五文字说 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得入律行 菩萨各个坐香树下 闻此妙香 即获一切得葬三妹 在这个世界度众生就太容易了 那比我们这个苏普世界 方便得多了 在那个国度啊 一般来讲 众生的鼻根 最厉害 我们苏普世界众生是耳根 反应最锐锐 所以愣一经上嘛 佛就问这二十五个菩萨 你们是怎么修行成就的 文殊菩萨选择的是耳根 在经文里面有特别一章经文是 观世音菩萨 耳根圆通章 这是针对 苏普世界众生而选择的 所以佛来到我们这个苏普世界啊 就用他的舌根 这一章经说法 我们听呢 很容易啊 凯悟很容易证过 因此文殊菩萨就特别选择了 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 经上还这样讲嘛 此方真教体清静在英文 最具代表性的唐朝禅宗六祖 或者个大师 就是耳根 听到金刚经 大彻大悟 所以很多人呢 看书 看佛经呢 不一定看得懂 但是听一听呢 他就很容易明白 所以在这个 香积这个世界啊 你看 佛度众生 那就方便得多了 把香点着 大家闻一闻 就入三昧了 诸位同修 如果明天开始我们上课 大家来到这边 闻香 就能够开悟 好不好 好啊 是是 所以明天悟生也不用来上台了 把香准备好 点着 我们都坐在台下 恭恭敬敬的 闻香 闻着闻着 就证着念佛三昧 那太殊胜了 底下是念老家的 经极乐妙香 亦复如是 功德无边 普勋十方 广作饶益 能令闻香众生 皆秀佛行 基督世界的香 那个殊胜 又超过其他的诸佛杂同 所以阿弥陀佛所发的愿 的确是非常了不起 你看闻到 基督世界的宝香 就会使我们 尘劳构习 自然不起 我们生到基督国土是 代业往生的 有代的多 有代的少 不必担心 只要去得了那边 所有的烦恼息息 都会在很短的时间 化为乌有 这里讲到香 宝香驾持我们 也是阿弥陀佛驾持我们 极乐万物 皆以无量宝香合成 其香复兴十方世界 皆显世事外法界 这不就说明 基督世界就是化长世界 世事外嘛 所以呢 整个基督国土 你所看得到的 接触到的 所有的六层境界 全是宝香合成 而且呢 那个香气啊 所到达的地区 整个宇宙 没有一个漏掉的 这段开示啊 也让我们想起 唐朝贤宗 唐朝华云宗 贤守国师 所写的修华云奥旨 忘记还原观所讲的 从一体 其二用三周辩 三种周辩里面就有一个周辩法界 所以啊 信德之香 它是覆盖一切诸佛杀土 哪一天我们的烦恼 稍微减轻一些 您自然就怎么呢 闻得到 也可以听得到 也可以呢 看得到 基督世界的殊胜的景象 接着是 第二十三章 这后面的经文呢 有五个大院 从四十八 从四十四到四十八 前面的 四十三个大院 都是针对六道众生而发的 而四十四到四十八 这五个大院呢 是针对十方佛刹里面的菩萨而发的 您从这个发院的比例就可以看得出 阿弥陀佛是度哪一些众生 发的院最多呢 六道凡夫 就好像一个病人 太丁之仙救哪一种人呢 那个快要垂危的人 重病的人 一生先救他 把这个最严重的病治好 然后再去治那个比较轻的病 菩萨嘛 就好像是小病的众生 那先把那个六道众生的大病 重病给治好 所以佛发这个愿呢 有轻 有重 有疾 有患 当然了 每一个众生 阿弥陀佛都是要度的 我们看了后面的五个大院的介绍啊 就感觉到这个净土法门太妙了 净土法门不但能够度六道众生 还能够度水 哎呦 包括菩萨在内啊 三根菩皮 利盾全收 你从这个愿文就能够看得出来 经文 我做佛师 十方佛刹诸菩萨众 闻我名义皆惜 大德清净谢托 普等三昧 诸身总持 住三摩地 至于成佛 所以其他法界的菩萨众他们修什么法门呢 你看 第四句话不就说了吗 闻我名义啊 也是听到弥陀名号嘛 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下面讲 佑章中 就是刚才这一段 从至于成佛 以前表第四十四 普等三昧愿 定中以下表第四十五 定中供佛愿 从第四十四以下诸愿 旧为彼国以外 他方菩萨 闻弥陀名得殊胜法义之愿 这些交代得非常清楚 所以这后面的五个愿呢 不是对凡夫而发的 是针对菩萨众而说的 因为这些菩萨还是有烦恼还是有习气啊 只是比我们凡夫呢 轻很多 但是还是有嘛 既然有他就会怎么样 进进退退呀 说实在 菩萨想要止进不退 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 跟我们一样 也去基督世界嘛 到达那边呢 把全都振得二维约之不杀 那是只有进步 不会退转的 这个第四十四愿呢 为文明得诸三昧 至于成佛之愿 所以念佛三昧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 决定成佛 这个带就是吉的意思 在《易经》 《细词传》里面说 水火相带 也就是水火相祭呀 相继呢就是 互相帮助 互相促成 主言 水火不相入 而相带极 又带走 也是追的意思 根据慧苏的意思 是 令文明人 及时得诸三昧 故言皆惜戴得 这个戴得呢 是当时马上就得到 得到什么 这些菩萨听到弥陀名号 他很快就能够得到诸三昧 不是一种啊 是诸三昧啊 所以 听到弥陀名号的功德太大太大了 诸位同修 您想要修功德怎么办 自己好好念佛 也让别人听到弥陀名号嘛 一直度着这个众生啊 不管他信不信 先让他听到再说 是不是 至于他什么时候肯念佛 那就看他的善根福德了 另外 《无量寿经》《诵义本》里面也讲 所有十方一切佛刹 诸菩萨众 闻我名号 应时正德 即尽三摩定 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证明啊 这是原义本里面所说的话 应时就是即时 很快 很快就能够正德即尽三摩定 其中应时正德 也就是我们这个汇集本里面所讲的 皆惜代德的意思 一样 清静者所住之三摩 无染无浊 故约清静三摩 这个三摩翻成中文 就是正定 正受 它有好多种说法 三就是正 魅就是定 定的境界 定的能力 是相同的 那至于修定的方法呢 大家都不一样 今天我们大家所选择的是 专念阿弥陀佛 专拜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天天念佛念久了 自自然然就入定了 可是有人说了 那我念佛这么多年怎么还没有得念佛三昧呀 问题出在哪儿 是我们念佛没有达到至心称念 哪一天您能够做到 像大师之菩萨所讲的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哪有不得三昧的道理 所以我们看到 听到 海鲜老上 九十二年念佛 不管完 成交了 那比他早更多的 郭露匠老法师念佛三年成就 这都是啊 专心念佛的效果 所以我们这个佛号 要保持绵绵绵绵绵绵 大家一定要知道 如果不念佛 我们会怎么样 他自然就会大妄想 是不是 这个执着分别 妄念 他不知会就冒出来了 不想他也会出来 晚上睡觉还不老实 还要做梦 其实晚上会做梦 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白天想多了 如果我们一天到晚都是想阿弥陀佛 晚上您做梦的话 您会梦到谁 您就梦到阿弥陀佛了 梦到极端世界了 所以真正的念佛人 他一生所求的是什么呢 早一天见到西方净土 早一天见到阿弥陀佛 告诉他什么时候来接引他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修行嘛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达到 无染无浊这个境界 染是染污 浊呢 是执着 没有的染污 没有的执着 这个就叫做清静三昧 如慧疏愿 即尽三摩定 无腹无浊 故名清静 这个腹 是染污的意思 也是烦恼的代名词 当一个人被神所绑住的时候 他就不自由不自在了 我们现在凡夫有没有被绑住啊 有人说没有啊 我现在很自在啊 那你就搞错了 我们现在被绑住啊 被什么绑住啊 三条神术 见识烦恼 习气 沉沙烦恼 习气 无名烦恼 习气 把我们绑在六道里面 出不去 可怜了 有泄脱者 所住三昧 离一切戏夫而自在 名曰泄脱三昧 这个泄呢 读 这个解不读解的音 读泄 它当作动词 就是解开 把什么解开呢 把烦恼解开 把习气解开 把烦恼放下 他自然就开悟了 他自然就脱了 这个脱是从果报上讲的 脱离生死 脱离轮回 脱离愚痴 这个就是泄脱三昧 最低的标准 他也要震得阿鲁汉国 你看阿鲁汉的 他放下的见识烦恼 能够处理六道 但是他还要接着 继续向上突破 还要放下 沉沙烦恼 以及无名烦恼 这个解脱三昧是个通明 无论能用什么方法 能够断除烦恼而夺 而得自然 都叫做解脱三昧 如慧书曰 指观外 顾明解脱 指观是佛门非常常见的术语 指就是方向 观呢 就是看破 所以当年张家大师 第一天跟师父上人见面的时候 就教师父上人怎么去修 跟他说了六个字 师父上人记得一辈子 看得破 放得下 你看 现代人 跟他讲佛法要说的这么详细 看得破放得下 可是在佛那个时代 跟众生讲话多简单 两个字 指观 是不是 两个字 我们现在要说六个字 那现在人讲六个字 他还是听不懂 什么叫看得破 再说的多一点 看得破就是把整个宇宙人生真相搞清楚 这叫看得破 如果连这个都听不懂 那 那就多念佛 多读经吧 所以在华言经里面 有教我们修行的方法 就说指观嘛 挺详细的 说了五指六观 这是不同的方法 对峙我们的烦恼习气 看破帮助放下 放下 再帮助看破 真的 全都放下了 这讲烦恼习气嘛 全都放下 这个人就被尊称为妙觉如来 到那个时候呢 他真的把诸法实相 把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搞得一清二楚了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达到 只观无碍的这个境界 只不妨碍观 观不妨碍直 只观同时起作用 这就是写脱 这就是自在 这就没有障碍了 又语 念佛三悲 能除一切烦恼 能解脱生死 故须明清净 谢托三悲 这是专门制 念佛了 所以我们把自己所有的念头 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 这些念头呢 这些念头呢 全都回归到阿弥陀佛上 这个就叫做念佛三悲 大家如果看 绝明妙行菩萨所写的 西方确直 里面 里面 他教我们大家念佛的秘诀 九个字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说的简单一点 信愿持命 这个人 决定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能够把绝密妙行菩萨所传授的方法做到 纵然功夫不是很高 念决定可以往生 因为念佛的功夫分为三等 功夫成片 世心不乱 离心不乱 我们只要能够达到功夫成片 下下屏 也能够到西方净土 但是 就算是下下屏往生的 菩萨 他到达极乐世界是什么地位 居然也是阿维悦智菩萨 也是八地菩萨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是带业往生去的人 凭什么能够挣得这么高的地位 是不是我们自己修来的 不是 怎么回事 是阿弥陀佛 有本愿威神功德的价值 所以 净土法门 之所以被十方诸佛赞叹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之一 前面四十三个大愿 是阿弥陀佛针对我们六道凡夫而发的 那后面的五个愿呢 佛也没有忘记 还有很多正国的这些菩萨 所以佛也要帮他们一下 但是帮他们呢 也是用什么方法 全都是念佛法门 所以这个 第四十四愿嘛 你看他就讲到 普等三昧愿 普是普遍 等是平等 这个等 跟谁平等啊 跟一切诸佛平等 也包括阿弥陀佛在内 所以菩萨到最后 修炼佛三昧 升到极乐世界 也跟阿弥陀佛呢 平起平坐了 你看我们凡夫啊 到那边跟佛最后一样 那菩萨呢 到那边也跟佛相同 所以菩萨也蛮欢喜的 修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好啊 他能够谢余 他能够解脱生死 我们就拿海星牢上来说好了 其实他老人家 念佛往生 需不需要九十二年时间 才可以往生的 不必 他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但是他为什么一百一十二岁才走呢 因为他有任务嘛 谁给他任务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跟他说了好多次啊 你不用着急 你给大家做一个 修净土的好样子 我会照顾你的 你放心 我一直会照顾你的 我会在你身边 你不用担忧 时间到了 我自然会通知你的 所以有一次啊 一个居士拿着一本书 那是暗号 我们讲暗号 别人不知道他知道 佛就跟他讲嘛 等到哪一天你看到这本书啊 我就回来接你了 什么书呢 若要佛法行 唯有声赞胜 诸位同修 如果哪天人家也送您这本书 哈哈哈哈 也许您的缘也到了 当然这个阿弥陀佛跟你 先说一声才行 是不是 我们说的不算说 阿弥陀佛跟你讲才行 所以你看这个普等三昧太好了 我们到达基督师界呢 跟阿弥陀佛种种受用完全一样 碑华经未知 辩至三昧 这是说法不一样 但是意思是一样 辩 就是普辩 至 就是达到 所以辩至三昧呢 就是念佛三昧 分陀利经未知 普至三昧 这个意思都是一样 在宋义本《无量寿经》里面讲 普遍三昧地也是相同的 唐义本里面说 未知平等三昧地门 绘书是愿 若依诸师 但是菩萨所得三昧明也 虽然这些经典里面所用的名称 文字不同 但是呢 意思都是一样 锦萨老法师说 普走即普遍意 等走即其等意 所见普广佛佛皆见 这个普呢就是普遍 广是广大 佛佛皆见故所注定 这个定呢 名称就叫做普等 玄疑云 由此三昧力 普见诸佛师尊 故言为普 平等现见无所不见 故言为等 这个平等现见无所不见 是指的诸佛如来 所以菩萨们念佛生到基督世界 因为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大家的智慧德能向好等等 都跟阿弥陀佛完全平等了 念到下面讲 若曰选择本愿正义 这个就是啊 这个就是啊 就选择本愿正义来说 则是念佛三昧得好也 这些名相呢 通通都是念佛三昧 普为普遍 凡圣通入之一 佛入这个境界 菩萨也入这个境界 我们凡夫呢 一样也入这个境界 这个就叫做普的意思 再说等 等为平等 念义佛功德 等同一切佛之一 哇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义佛就是什么 就是一切佛 所以您念一尊佛的名号 就等于呢 念了一切诸佛的名号 这个一尊佛的名号 就是阿弥陀佛 为什么 因为阿弥陀佛名号 圆满具足一切诸佛的名号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就是一切诸佛的名号 阿弥陀佛翻成中文 阿是无 阿弥陀佛是量 佛是觉 佛也叫做什么呢 无上正的正觉啊 你说无量觉跟无上正的正觉 是不是一样的意思 是吗 所以呢 一切诸佛成佛呢 地位受用 境界果报 完全一样 所以啊 阿弥陀佛呢 是所有佛共同的名号 因此呢我们念了 阿弥陀佛就等于 把一切佛的名号全都念了 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 叫做万佛明经 它收录了一万一千多个佛的名号 哎呀 如果您把这个万佛明经 从头到尾念一遍 要多长时间 我们是没念过 估计至少也要一个小时吧 一万多尊佛多不多啊 不多 因为佛差多嘛 那佛差多 当然佛号就多咯 所以如果要把一切诸佛都念一遍 那您要念多久啊 那要念无量级啊 可是我们现在省事了 我们念一尊佛 就等于把一切诸佛呢 全都念到了 因此 十方诸佛 尽忠祖师 都是劝我们大家 专念阿弥陀佛 有道理啊 这个话不是随便讲的 它有理论依据在 所以 世间法也说嘛 以礼服人啊 我们要把那个道理跟大家讲清楚 别人呢 才会啊 认认真真地 老老实实念佛 修起来是很容易 就是念阿弥陀佛 但是如果那个道理不明白啊 很多人念着念着 它就怎么样了 它就退心了 那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 讲的最详细的 就是无量书经 就是黄连老这个诸解 那如果我们不读经 不看这个诸解 不听波经记 对这个弥陀名号功德 就知道了不读 下面 菩萨念佛三昧经里面讲 譬如众生 若一虚迷金色之边 其身即与彼山同色 所以然者山势利固 这是打个比方 就说有一个人呢 他靠近了虚迷山 因为虚迷山呢 是四种宝啊 主号而成的 哪四种宝呢 金 银 流离 水晶 所以它是闪闪发光的 如果您站在山边呢 本来我们身上没有放光 是不是 可是这个虚迷山有光啊 那我们这个身体就怎么呢 自然好像也有光一样 我们沾光了嘛 这不是一般常识吗 你沾光了嘛 这世间法也讲嘛 敬诸者吃 敬墨者黑啊 所以这里才说到 山势利固 虚迷山这个力量太强大了 下面再举个例子 有如珠水吸入大海 同其一位 所以燃着以海利固 这个常识啊 我们一般人都懂 虚迷山我们搞不清楚 这个人眼睛啊 看不到虚迷山 但是海水这个大量 大家都知道 再多的水 不同的水 都流进海里面去 到后来您尝那个海水 味道肯定一样 您到澳洲 昆士南布里斯本的黄金海岸 去尝那个海水 或者呢 您回到西加坡 到海边去尝那个海水 味道一样不一样 都一样 什么味道 咸的 所以同其一味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 那个海水的势力 也挺了不起的 包容嘛 若人得念佛三昧 亦夫如是 是普遍亦也 同样的嘛 我们专心念佛 自然就能够得到 念佛三昧啊 您呢 就能够沾佛的气愤 我们也沾佛的光啊 这个叫做普遍的意思 文书般若精云 念一佛功德 无量无边 一语无量诸佛功德无二 这里也是跟前面所讲的意思是一样 所以我们念一尊阿弥陀佛呢 等于您念了一切诸佛名号 念一尊佛 就把一切佛的功德变真实 自己的功德 佔阿弥陀佛祭云 我已一心佔一佛 愿便十方无碍人 这个是平等的意思 因为普遍平等 所以叫它做普等 会出以清净三昧 谢托三昧 普等三昧 为念佛三昧 这三个明相 把念佛三昧的功德 都显示出来了 所以我们大家 如果烦恼息期比较重 比较多 大家不用怕 您专心念佛就好了 那还有人呢 他喜欢拜佛也可以 他喜欢诵经也行 喜欢听经也可以啊 这个投其所好嘛 您爱怎么修都行 最主要是要做到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久而久之呢 自然会得到 不可思议的效果 因为我们修这个法门呢 会得到佛力的加持 改念佛三昧 为保王三昧 说到保 那是大家都喜欢的 保中之王 保中之保 这就叫做保王三昧 在所有三昧当中 念佛三昧 排名第一 所以叫他做保王三昧 今天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信息啊 那就应该要拼命念佛展示啊 所以诸位同修 如果有人跟您介绍 还有别的三昧 去修 你要不要去修啊 不修 我们跟他说 谢谢你 我们现在只修一种三昧 保王三昧啊 这个话还是佛讲的咧 所以我们对佛所教导的 地性不易 我们说一句啊 也是容易得罪人的话 但是我们还是说出来 这个话很重要 凡事不让您专心念佛的人 都是愿情在主 这个话啊 讲的蛮重的呢 凡事 不管它跟您什么关系 后面话我们就不讲了 总而言之啊 大家呢 牢牢抓住这个佛号就好了 因为这是佛菩萨祖师大德 苦口婆心 却没有我们所修的方法了 我们学习经典 专修无量寿经就好了 看诸解呢 专看念脑这个脊柱就好了 听经呢 专门听师父上的波经记就好了 拜佛呢 专拜阿弥陀佛 你看呢 我们都是专一到一个方面的 没有夹杂 那这样子 成功率一定是百分之百 我们套用 善良大师当年讲的话 万修万人去啊 谁来做 谁就得到真实之利啊 绝对不会假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 对于尽忠 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不要动摇 据是一切三昧功德 自当同聚种种三昧之名也 三昧即三伯定 亦为正定正收 详解 见第二品 所以关于这个三昧啊 前面我们在第二品呢 曾经细说过 在这里我们就不再细讲了 我们只是简单提一下 说这个三昧 翻成中文是正受 古人呢 说话简单 为什么他说话简单 古人头脑没那么复杂 想法没那么多 所以他的文字和说话 都是非常简略的 两个字就搞定了 我们现在人不行 正收 什么叫做正收 还是搞不清楚 一字半截 多说一点 正收就是正常的享受 有人听到之后 还是不懂 什么叫做正常的享受啊 好吧 我们就把精题搬出来 正常的享受就是 清净平等 绝 这就是正常的享受 修行就是希望达到清净平等 这是真心 它起作用就是 绝而不迷啊 谁正的这一点呢 释迦牟尼佛正的 十方诸佛都正的 我们现在依照这个净土法门去修 也能够正的清净平等 是一个小读的借 总を用一下 大家的诺 总一切法 那是基本法 比方一切法 就是一切法的总纲领总原则 这样讲大家听得懂了 跟他说总一切法持一切意 他听得一头雾水 还是不太容易理解 所以跟现代人讲经 我们要有很大的耐心 为什么呢 你要跟他说得很白 白了之后还要更白 要把它漂白 他才能听得懂 没办法嘛 现在人能闻一闻的底子太差了 太弱了 所以这个话一定要 平铺直续 不能够讲得太深奥 要尽量地简单化 那么后面再解释 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呢 持善不适 这个人他 直持善法 不会失掉 持恶不生 他那个恶念恶行 不会产生 并能持无尽意 详见第二品 无量无边 无数无尽的异地 深庙的法门 全都在其中 这个叫做 种植 深庙之种植 故曰 深种植 十方菩萨 英文明固 得诸三位 与深种植 安住定中 得成正觉 故曰 至于成佛 说他成佛 他就成就 无上正的正觉 这个种词 都是这句弥陀名号 显示出 弥陀名号功德 不可思议 十方世界的菩萨 他必须要有缘 才能够听得到 但是这个有缘呢 很不容易 善根福的因缘 都必须要具足 他才能够 碰得到这个法门 而这个善根福的因缘呢 又有浅身 宽下不同 可以说 我们每天都愿意 来到讲堂里面 一起学习无量寿经 每天都愿意去佛堂 专心念佛 这是代表什么呢 我们过去深中 修学尽忠 无数次了 我们亲近的诸佛菩萨 这些尽忠祖师 无量无边 所以我们阿里亚师里面的 金刚种者 非常非常多 很丰富 可惜前世 很多是临终 最后一刹那怎么样 还是没有把阿弥陀佛想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毛病 那这一辈子该怎么办呢 要把这一块补足 还要再加强 我们这一辈子 务病 要在临终的时候 把阿弥陀佛念出来 这样子我们决定能够升到西方净土 所以希望大家在经教方面多下功夫 在行持方面呢 严格按照《无量寿经》 佛所教的方法理论去修 自然而然就能够弃入念佛山魅了 这里讲种持嘛 你自然就把那个生种持呢 证得 我们现在只是了解 了解之后怎么样 还把它证实 那个时候 灵鹫跟佛是一类的人物了 那都入圣流啊 现在我们是什么流啊 繁流 是不是 改嘛 改成圣流嘛 圣贤之流 一类的人物 那就对了 不学物圣粗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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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